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在冰冷的地表下 这片土地充满了热量 地球物理学家安娜·芒基 从肯尼亚来到这里 尝试解开冰岛地热的神奇 对我来说 研究地质的时候 就像是在探险 你想解开过去都发生了什么 冰岛坐落于两个地壳构造板块的边缘 这两个板块 每年以两厘米的速度相互飘离 板块的分离 使得岩浆得以运动到 接近地表的地方 造就了许多火山和地热区 它们加热了地下的水和气体 安娜属于一个成员 来自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小组 它们聚在一起 参加联合国大学的地热培训项目 托尔达克再说能源的利用极其重要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尤为重要 因为它们僵持世界上 能源用量增长最多的地方 弗里德·莱弗森 是在雷克雅维克开展的 联合国大学地热培训项目负责人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培训了 超过500名科学家 这些学员来自于世界上 多个拥有地热资源的国家 比如肯尼亚 我认为地热拥有未来 它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我们无需污染环境 它是为将来保障我们的 能源的方法之一 我们下期见